請喝一下 我有事要講 請喝一下 來 誰 來 直接破大家講 就是我這邊有事要跟大家說一下 呃 我跟綠隊提出 吃掉隊長的紀錄 然後就是 就是我覺得 你再輸 我有很大的責任 沒有帶領紅隊 給他下勝利 然後面對這麼多的連敗 然後看到大家在網路上 就是被批評 或是被誤會 我覺得 是我自己做得不夠好 自己決定 對啊 這是自己的責任 我們是一直很關心的 對 你的啦 要挑戰 要挑戰 你們要哭呢 幹嘛要挑戰 對啊 又不是你一個人責任 對不起 沒事啦 對不起 真的不能把壓力 都讓隊長更難 我們不會再選隊長 然後 小潔永遠是我們心目中隊長 那我希望 接下來往後的比賽 每一個人 都要當隊長 每一個人 都要扛出那個壓力 心目 好不好 好 隊長辛苦了 辛苦了 大家辛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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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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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確實滿對的 就直接球 就是替我們紅隊 這個就是要對方 就是正手或是推 滿難過的 不行 我覺得他壓力已經達到有點 快要崩潰的那種狀態 但我還是支持他的決定 確實替我們紅隊真的感到滿辛苦的 我們就只是在賽場上可能表現 所以我們有得到勝利 然後也不夠團結 但其實真的很替他們感到受委屈 大家都在想要怎樣才能讓自己變得更好 很心疼大家啦 但還是希望大家可以多用鼓勵的聲音 這樣我們接下來的賽事才會更有動力一些 我們還是會接受大家的聲音 但我們真的真的真的很努力了